大家好,我今天给大家展示 怎么样用红包来做华美灯笼 这个灯笼是用14片红包做成的 那整个教学过程是差不多要30分钟左右的时间 那我今天主要给大家展示用6片红包来做华美灯笼 下面一步步给大家展示 好,材料有6片红包,一样尺寸的 一样款式的6片红包 一个小的吊坠 一个钉书器 一个打动器 还有一段红绳 好,下面我们不开始给大家展示怎么样 好,来一步步地做这个华美灯笼 首先,要把这个6片 6个红包 好,把它们可以两个两个的放在一起 对折 好,然后再横向对折 注意对折的时候,中间不要压得太死 OK,大概是这个样子 两片两片对折 好,来吧 好,为什么中间不要把它压得太死 是因为我们在做的过程中 这里如果太死的话 它的灯笼的灯身会不是很好看 好,下一步 我们按照这个所折叠的曲线 在中间对折 好,中间对折 好,中间对折 好,所有的都做中间对折 好,我们全部折完之后呢 要把它分开 分开 分开 对称放 那,顺时已叫对好 好 OK,大家注意一下 好,这个要头对头 头对头,头对头 这样子 好,我们现在拿 要将 这个斜对称的两片 放在一起打洞 好,打洞的时候要在中间 好,折线的中间这个位置 要打离边缘太近 否则会 嗯,拨掉 好,打门洞以后再换回到原来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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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同样 这个同样 也是要 对起来 两片对起来 打洞 好,在中间的位置 好,六片 全部打完洞 好,再换回原来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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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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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在一起 两片两片冰在一起 用冰凸肌 好,沿着线的 去边缘冰在一起 好,侧面 两片 好,两片 这样子 丢在一起 好,沿着所折叠的线 好,丢在一起 好,侧面丢在一起 可以三片三片的一起丢 好,现在可以用 这根红线 好,将 对称的这个 所打洞 穿在一起 穿在一起 注意,穿的时候 一定要从下面 从里面开始穿 这个红包的内侧 穿 红包的内侧 外穿 这样子 这样整个结的那个 这个结啊 它就会在里面 就会 它的道 所以就比较好看 好 这样子 好,这样子 然后在里面 先打一个洞 打一个扣 打一个扣之后 可以这样拿起来 打一下 基本上现在就是这个形状 那我们 现在开始可以将 这个 已经是两个大片的侧面呢 把它钉出去 再钉在一起 好 现在基本上 八个灯笼已经做出了 八个灯笼 好 那我们可以上面呢 再打一个扣 这样子 可以把这个灯笼固定住 好 那现在就是这样子 那里面是这样子 我们展开 翻看的时候呢 就是这样子 OK 好 那我们现在呢 我们开始 将对称的两面红包 轻轻的把它的 把灯笼的身体关一关 然后呢 这样呢 我们用 我们的这个 小缀 好 把两个连在一起 连在一起 好 好 如果你觉得这个 这儿太长了 可以 把这个线呢 自己剪一下 或者调整一下 就可以 好 把它紧紧一点 好 好 这个做好之后呢 那我们下一个就是 将侧面 全部 用 定出器 把它定起来 好 好 因为我这个皮革 这个比较多 一共是六片 所以呢 其实蛮多的 那我们定的时候 一定要 按这个 折点好的 这个 这个 痕迹来定 好 定到这个最侧面 好 好 好 注意定的时候 要小心的 什么叠这个 身体 好 因为如果这个地方 把它 出来的形状 可以看 好 那 最难的一个就是 最后一个 好 所以我们先把侧面的 这一个 把它折好 好 我们把 侧面的 这个 形状 再调整好 如果侧面不是很 这个圆的话 可以用手回去 调整一下 好 好 那我现在一个 六个 六个红包做的一个 红包灯笼 就做成了 OK 所以主要的 是 叠的时候 侧面 一定要 不要把它压死 所以出来的时候 形状就非常漂亮 OK 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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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谢谢